最新的消息为大家来插播了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今天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 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而其中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登峰改变现状 另外也是最新的消息同步提供给大家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今天表示说 华府不希望中国大陆运用美国科技来对抗美国 但是并没有指望四身经济跟中国大陆经济来做一个脱钩 另外同步国际的焦点还要带所有的卸宝来关心 苏丹战火不止 即使双方宣布停火72小时 首都克图木又爆发了空袭事件 而且激烈的交战 与此同时国际各国持续的撤侨 传出了大陆驻苏丹大使 碰上了预定好游览车司机用各种理由放鸽子 现场居然只当了一辆 只好在枪炮身中紧急掉车 苏丹空军空袭叛军的车队 现场爆出巨大的火花和黑烟 苏丹战火不止 尽管政府军和快速支援部队 25号开始停火 首都克图木在不到48小时内又现战火 各国持续展开撤侨行动 大陆是将侨民送往邻近的埃及等邻国避难 有女位教官穿着防弹衣和钢盔指挥工作 还透露原本预定好的游览车驾驶竟然爽约 当时一旁还听得到枪炮声 还好最后协调出六辆游览车 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而大陆海军是派出导弹驱逐舰南宁号 纵合补给舰围山湖号撤离国民 大陆外交部指出 已经有1300多名大陆公民安全转移 当地居民拍下建筑物被击中 直窜黑烟的画面 更指出现在当地断水断电 粮食短缺 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日本外务省表示 已经协助有意离开苏丹的 59名日本公民离境 而最后撤离的人 是一名无国界医生 在当地已经行医超过15年 他在23号与家人 从克土木坐车离开 还经过政府军和叛军交战的地区 花了一整天才抵达苏丹东部港口 可说是有惊无险 日本记者呢 场景建斯15年前 在缅甸拍摄了街头抗争时 遭到枪杀身亡 他工作时的摄影机 原本呢下落不明 不缅甸民主之光 把后来找到的摄影机 现在正是交返给他的家人 其场景在死前拍摄画面 现在也因此曝光了 当时他担任日本一个通信社的摄影记者 在缅甸仰光室中心拍摄示威的活动 而士兵抵达现场 明清驱散群众 画面中人群汇散 而影片中 尔在他在遇害前也中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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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